麦莲将在周一晚坐镇老特拉福的主场迎战热刺,这场比赛的胜负,可能影响红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士气,可以说,这是一场能赢不可输的生死战。 上轮麦莲克长保冷2比3不敌若吕布莱顿后,换帅,不和等负面消息,继续磨意不绝,麦莲坚称没有请前皇马主帅齐达磊,取代莫利尼奥的计划,但如果不赢热刺,言语之蛇是苍白无力的,麦莲对布莱顿时的防守失误备受嘲讽,但修对下半场本有充足的时间反扑,没想到数据惨淡,运动战成功传中次输为令, 设政次数排名应超第17到数第4,对手进去吐球次数第18到数第3,而在进攻三区的控球时间比率更是应超点底。 对热刺的赛前发布会上,牧帅被问到打热刺,将采取什么风格的战术,赢球的风格,牧帅达到,能赢球的风格,帮手不要犯错,控制比赛,制造机会,取得进球,带着三分回家,占热刺的比赛结果。 对牧帅接下来的处境尤为重要,讽刺的是,如果麦连金下处理好与热刺的转会工作,妙叔和三德子埃德伍德沃德,本来可以得到更理想的呼吸空间,绝不至于开在仅仅两轮,就仿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 关于牧帅想买热刺的比利时中卫托比·阿尔德·维雷尔德,许多故事已经见诸爆端,但故事其实非常简单,三德子整个夏天只跟热刺主席丹尼尔·列维,进行过一次对话,而且,还是对帮主动致电的,麦连消息人士告诉曼彻斯特晚报,列维当时询问了麦连的两名球员,马夏尔和马塔,麦连都拒绝出售, 同时,热刺自为托比·阿尔德·维雷尔德标出天价,麦连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报价,英国美致敬报称,而热刺愿意出售,29岁的托比,但麦连表现出毫无兴趣的模样,而太阳包则说,最后时刻热刺愿意接受3500万磅的价格,三德子依然没有动作,他似乎更喜欢莱斯特城的英格兰国奖哈里马奎尔, 但蓝湖多少钱都不卖,麦连在转汇截止运的最后时刻,为马进的乌拉归起威格丁报价,因为他虽然32岁了, 在有1800万磅毁约金条款,三德子依然引进的球员中,不算150万磅,签约的第三门将利格兰特, 其余两名球员弗雷贝和迪奥古达洛有个共同的特点,合同里都有毁约金条款, 麦连消息人士告诉曼彻斯特晚报,如果像黄马中美马拉雷这样的球员能买到, 一亿英镑三类词也愿意出,这不只是因为法国世界杯夺冠空城只有25岁,比托比年轻四岁, 而且因为他更有欣慰,又商业价值,就跟英格兰户头本马奎尔一样,又炒作空间, 托比阿尔德·维雷尔德,虽然帮助比利时历史性,赢了世界杯季军, 但他只是个好球员,不是好的明星,我不讨论他的问题,我只会说整体的事情, 这次乳帅波谢迪诺提到托比转会,麦连不成的问题是答到, 我希望球员专注于球队,不高兴的球员,在我看来可以离开, 但他们跟主席丹尼尔谈判如何,就是不同的事情,我只要求球员专注于球队, 愿意为球队而战,阿尔德·维雷尔德已经代表热刺出战富勒姆, 三比一取胜,终于在梦剧场,他也有机会,以对手身份迎战麦连, 如果有什么意外情况,三德子会不会后悔惊吓没有回电话给利文, 或许他不会,但如果当时打了这个电话,围绕麦连的气氛, 可能与现在有天壤之别,去年10月28日, 麦连在主场迎战热刺时,还是临赛状态最好的两支球队对决, 两队都是九轮接二十分,麦连赛前的四个主场全胜, 而且不丢一球,而热刺则是客场四连胜,打入12球, 最终,替补出场的马夏尔左脚制胜,麦连拿下热刺, 而今,麦连和马夏尔都处于混乱中, 麦连迫切需要一场胜利,让他可以像上次一样, 在赛后面对镜头举起食指做闭嘴的示威动作, 数据对麦连有利, 红魔过去,26场迎超主场打热刺的比赛, 赢得21场,过去四次主战白败和全胜而且一球未丢, 但境况显然是热刺更好,他们前两轮取胜, 哈里凯文也打破八月不进球的魔咒,与之相反, 麦连克场二道三叔给了布莱顿,我想没有人高兴, 这是显而易见的, 牧帅赛贤说,我有足够的指教经验, 我知道,无论结果是好是坏,你都不能总盯着过去, 你必须关注下一场,那是我们的生活, 我对我们周中的工作,以及球员的责任性非常满意, 我期待这场比赛,在布迪布莱顿后, 许多麦连球迷都不愿意看球队的新闻, 期待着下一场赶紧取胜,牛转负面气氛, 不幸的是,麦连却被安排在英超第三轮最后出战, 你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角度看待着安排, 从一个角度,我可以说确实令人郁闷, 但从另一方面,我也要说我们需要时间训练, 需要更多时间让一些伤员恢复, 所以,总体而言这安排对我们不差, 去年,在重大比赛里,我们主场通常能取得不错的结果, 那就是拿到分数,这些分数其实跟其他比赛的分数没有区别, 但对球迷而言,通常有不同的感觉, 牧帅补充说,我当然期待周一的比赛, 我喜欢踢球,喜欢站在场边指挥, 我一直期待麦连的比赛,尤其是一个负面的比赛结果之后, 你想要的就只有一件事,快点比赛, 牧帅还被问到是否对英没在麦连输球后的口诛必发程度感到惊讶, 我不知道,因为我没看,牧帅说,牧帅不用看多少, 有一个细节足以概况全部,上周五, 英国卫报迪凡英国报纸迪击欲偷枪, 刊登出牧帅的九张面部表情特写, 原理,只是由于他的赛前新闻发布会, 只说了不到十分钟的话, 与之对应的是,当日原本最大的新闻, 这次合法,和国家队队长洛里酒驾被捕, 则被丢在底部只有一行标题, 想象假如酒驾被捕的是麦连队长, 如伯格吧,会是什么情况? 英国天空体育节目认为, 此刻对麦连主帅莫里尼奥的批评, 确实有些过了头, 这是一名顶级主帅,遭到严厉批评, 甚至被称为恐龙, 太阳报的麦连跟对记者尼尔科蒂斯说, 小伙子们,只是托特纳姆, 扶决当年在麦连队热次赛迁动员时曾经这么说, 现在,依然是这样, 这是牧帅只能面对的现状。